看了才知道原来全卖的也有问题 那么反过来大家挑白吐司总算安全吧 这也未必 那么专家说呢 如果你把吐司凑近闻有淡淡的奶香 它可能是加了牛奶香精或者牛奶酱 另外呢很多吐司是为了要节省成本 会用商业酵母 肉眼是无法辨别的 但是面包师傅提醒大家你可以用搓的 因为用老面发酵的白吐司呢 它的水分充分 所以呢很不会掉面包屑 但用商业酵母做的呢 这个面包屑会掉满地 所以怎么样分辨呢 商业酵母做的面包会很容易让你胃胀气 专家告诉你挑白吐司 应该要先文后搓 我手上这两片白吐司外观上看起来差不多 但你知道哪一个是用老面发酵 哪一个是用商业酵母发酵的吗 最阳春的白吐司也可能有佳料吗 其实用手搓面包就能分辨 这片吐司搓不到两三下 面包屑已经掉满地 这可能就是用商业酵母发酵的 另一片用老面发酵的吐司 不管你再怎么用力搓 搓到吐司都扁了 照样没掉面包屑 表示面包水分充足才是驾岗天然 这这样拨它很细致 它不会掉屑屑 然后我只是轻轻地这样一支 它就会一直掉屑屑 短时间内做出来的面包 它就会比较粗糙 它添加的商业酵母可能比较多 像这种就是不会掉屑屑的就是 它添加商业酵母的量很少 然后用老面去发酵 可别以为白吐司看起来都一样 仔细检查超香的白吐司成分就是含有香料 大面场的白吐司则是标榜没有添加 但专家说白吐司不像全麦 很难用肉眼直接分辨 但用纹的一样可以辨别 如果白吐司凑近温有淡淡的奶香 可能就是添加了牛奶香料或牛奶酱增添风味 吐司一搓就掉屑 可能是添加比较多的商业酵母 搓不出面包屑的就是用老面发酵的吐司 而肠胃敏感的人要吃这种吐司才不容易胃胀不适 像我们一般在喝的牛奶 牛奶味道也不会很强烈 更何况这种吐司在里面 经过加热过后 更不可能会有牛奶的香味在里面 可能就是添加那种牛奶香料啊 牛奶酱 看起来什么都没加的白吐司 有些添加物 可能早就在和面团的时候被揉进面团里 不想买到加料的白吐司 记得先吻再搓 看似简单的白吐司 其实学问一点也不简单 追求刘其黄佩如高雄报道